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教你无闪烁AI影片 我不会用到SD上面的插件 也不会用到EBS插件 虽然我不会用到SD插件 但我会用PL的插件跟AI软件就可以了 不用再烦恼SD插件的一推爆错误问题 也可以快速降低闪烁达成效果 记得学到了 给我一个赞跟留言吧 新增两个资料夹 打上资料夹1跟2 好了之后打开PR 导入原始影片 然后再按导出 原本是格式H264 改格式导出PNG真图片 存放设置桌面第一个资料夹 重点是导出的序列帧 更改成60帧 按导出 可以看到已导出的帧图片 打开你的Stable Diffusion 我们选一个大模型 我们先来到图帧图 我们打上你的的正向反向铁丝词 你也可以增加你要的Lora 把一张图导进来 选择你的取样方法 选择你的步骤 纵绘幅度就设0.19就好 我们先增程的三张 按整程 好了之后选你要的风格图片 固定种子 每批数量记得改回1 来到批次 输入目录为1资料 输出目录为2资料 按整程 我们已经好了我们先看一下 好它的序列很乱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批量重新命名 批量重新命名丢在资料夹2 打开资料夹 打开批量重新命名 它的序列就已经排好了 打开pr 我们打开资料夹 点选第二个资料夹 选第一张图片序列记得打勾 我们按开启 开启后我们拖入于轨道 我们一开始是摄60帧 所以我们按速度与持续时间 然后把持续时间改一下 本来30秒 我们改15秒 我们来到你的效果 来到视频效果 点第一只哦 这边有个FREAKER FREE 这个是降闪烁插件 把它拖到轨道 左上角点效果空间 就可以看到插件 下面还有一个锐降噪插件 一样退于轨道 灵敏度调低 调低的降闪比较好 太低会出现果冻效果 看一下 用插件有点卡顿 我们先导出直接看效果 到处设置切记 PNG 弹名改回AIDS 264 然后导出名称 我们就导出 视频导出来了 先看一下原始弹 看PR生成效果 好像有点闪烁没关系 再给它占闪烁 我们再用Topaz Video AI 软体 如果你也想要这个软体 来到我简介看到信箱 记性给我 设定你需要的分辨率 打开防抖功能 两个打勾 PASS降以 这个降低一点 太高的话它果冻效应很大 破解板不要更新 这个也打开 这个也打开 点预览 左边PR降闪烁 右边用AI降闪烁 效果还不错 我们导出 效果很明显 效果很明显 记得帮我按个赞 分享出去 我是庞德 下次见啰 拜拜啰 请不吝点赞